和小闸跳大闸 大闸是漏电保护器 100安的漏电保护器 右边这两个小闸是101火 控制插座的 这是零线 我也拉下来了 我现在单独给这个火线送电 还是跳 它这个房子是平房 当初都没有做地线 下线下的护套线 连拐都没穿 101火 没有地线 应该是漏电了 两路线 我把它拆下来 两路线我把它分开 这是两根零线 两根火线分开了 测一下线路漏不漏电 肯定是漏电的 它这没有地线 你看我如果对着配电箱的外壳 测这根火线 因为配电箱外壳没接地 所以测这个火线它没有反应 表真摆得很小 对着外壳测不出漏电 它窗户外有防盗窗 不锈钢的防盗窗 一只表笔对着防盗窗 作为地 看能不能测出来 另一只表笔测这个火线 表真摆动一点 这一路还行 再看这一路火线 摆动幅度挺大的 这路线是漏电的 我一般都是把不漏电这一路先接上电通上电 就是送上电以后看哪个插座没有电 或者是哪个屋没有电 就这一个屋 这一个屋两个插座没有电 其他的都好 打开这个插座看一下 只有零火线 也是没有地线 没有地线怎么测漏电呢 对地没办法测 贴到地板砖 它这个电路没走地 走到墙 那我就对着墙测量 一只表笔测水泥墙 这个墙有点潮湿 另一只表笔来测这个火线 漏电 再测这个零线 也是漏电 它这个漏电是对墙体漏电 而这个墙有点潮湿 墙皮都掉了 断开这个主线 把零火线全断开 再测这个火线 好了 不漏了 也就是说 从配电箱过来 这段线也没问题 往下一路插座走这段线 再漏电 打开下一个插座 同样是把线给掐断 还是测量于水泥墙 过来的线没问题 还是往下边走这一路线有问题 方主说这路线当时下的时候往卫生间走的 隔壁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的插座早就都废掉了 没用 好像感觉这个墙面有漏电 所以把这些插座都去掉以后 这个线路就没用过 这个插座很早以前就没有电 所以包起来没用 它另外这路线还拿着水泵 水泵也掐掉了 早就不用了 这路线在卫生间已经出现过问题了 所以说这路线就不用了 这样就把往卫生间走这路线不要了 把线头包起来 这样问题找到了 所有的插座都好使 当然再测就没问题 你看啊 车路垫它没有地线 可以对着大地测 我这次是对着墙面测 还有对着防盗窗 不是误导大家啊 有时候是可以的 这样我把这个线接上就好了 一个很普通的小案例 感谢您的观看 今天来工地了 修个打航机 我是第一次见这东西 工地的路不好走 你看脚下还有电缆线 来看一下它的控制柜 路电保护器 下面是两套老式的焦虑接触器 这个打航机要正反转 这两个接触器应该是控制正反转的 打航机的功率比较大 它的背面还有电路 这个控制是星角启动 它整个控制柜就是说 机能正转也能反转 而且都是星角启动 电机线都没接 这个打航机从别的工地刚拉过来 接上以后只有正转没有反转 也就是说星角启动这边这一块电路 运行正常没问题 问题还是出现在 这两个接触器控制电路上 反正第一眼一看这些螺丝啊线啊 都立进舱上 你看都秀的 你再看它下面这个舱开舱壁出点 这些压线螺丝 前两天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说 修大航机 说光正转没反转让我晚上修 我没来 今天是另一个师傅 找到我 还是这个大航机 工地的师傅说 他们最先发现是这些线头有掉的 掉了以后又不知道接哪 就这么让接上了 但是就是不好使 反正现在只能开这个正转 这个启动正常 星角启动正常 点反转它就不工作 这个电路其实就不复杂 正转和反转 是一个启动自锁 互锁电路 就是塔吸合 塔就不能吸合 塔两个的控制电路是互锁的 如果同时吸合 那就爆了 刚才那两个接触器 与后边这两个接触器 组成星角启动 随着那两个的吸合 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 它都会启动 来运行电机 等一下看能不能启动起来 星角启动加正反转 这个见的不多 但是你一捋 它这个电路原理 就是正反转电路 加星角启动 主电路好看 就是难理解的 就是控制电路 刚开始学电的时候 还有这个星角启动 这六根线 电机这六根线的接法 等一下都得给它接上 现在先不能接 得把控制电路捋好以后 能启动正常运行 再往上接电机线 路电保护器是关着的 电闸一直没送电 这种老式的接触器 咱们能看到它这个铁心的吸合和断开 它吸合和断开 带动主触点 和下边的控制触点 也就是辅助触点 长开长臂 也随着这个动作吸合和断开 这就让两个接触器 你吸合我就吸合不了 正转和反转不能同时运行 废话不多说 直接从线圈开始捋 哇 它这些线头你看都老化了 一碰就断 这是个线圈的线头 通电线圈吸合 哇 天 它一碰就掉 可以顺着这个线往下捋 其实我想了 真大不了 我重新把这个控制线路给它做一下 因为这些线路 它们自己都动过了 哇 天 没法看 看得得迷迷糊糊的 师傅说这些线头是它们后来加的 有的原来没有给它加上的 加上也不好使 是不是辅助触点 这些长开长臂不好使呢 用外表测一下 这些长开长臂 在线圈吸合的时候 它是该通还是该断 正不正常 测的这些触点还行 该通的通 该断的断 有一个触点不通 或者说有一个线头掉了 它都启动不了 还行 测的触点都好使 测一下这个反转的 这个组接触器线圈 线圈烧没烧 线圈没问题 正转一吸合 自然就断开了反转的控制电路 关键是它这个辅助触点接的对不对 我得拆了给它重新接 可以看一下它接这个电路 没啥意思 都是乱接的 来看这本书 里面各种电路 里面有电机的启动自锁电路 互锁电路 正反转电路 还有星角启动电路 它这个电路就是 把正反转自锁电路 和下面的互锁这些电路 控制着焦率接触器的线圈 一正一反 你看星角启动也是三个接触器 刚才那个一正一反 接触器就相当于它的主接触器 这样看刚才那个电路就好理解了 三个接触器组成星角启动 刚才控制柜背面就两个接触器 主接触器就是前面的控制正反的接触器 先是主接触器和这个接触器 同时起合电机慢慢启动 这就是星起 转起来以后 电机要搅运行 那这个星起接触器就断开 同时运行的是主接触器和 这个搅接触器 这个断开 大概的原理明白了 就是这个控制电路 怎么捋也捋不通 你要顺着它这个接线来找 行不通 捋着捋着就迷糊了 所以我决定把这块的线路给它重新 捋一下接一下 还有它这个正反转控制 启动停止都是这三个按钮来控制 正反转的 找一下主电源线 还有控制电源 以及正反转控制线 这里还有一根线 白线 是往后面走的 这个线很关键 它是随着焦虑接触器的吸合 触点闭合通电 看一下后边 这个线上这来了 它接入了这个时间继电器 是时间继电器的电源 时间继电器 控制着星角启动 以我理解的那个电路原理 和它这个接法根本对不起来 就是捋不顺 我还是把线头都拆了吧 看看我的想法给它接一下 这是接好以后的电路 多加了一根线 这根线就是 反转的自锁电源线 原来没有 论成败 英雄豪迈 对不起 这根线就是 我让你一根线 把线都拆了 对不起 就算了 过来 有点的 论败 看下后边的稀核情况 这又对了 这又行脚启动 这就是行脚启动 嗡嗡的声音是它那个线权铁芯吸盒的时候 发出的声音对触点没影响 正常情况下没有声音 咔嚓吸盒就完事了 现在可以减养电试试 我拉扎了 你要扎了就差不多 嗯 从刚才那个电路图可以看出电机要接六根线 这个等于弯表测一下 哪两根线是一个线圈 三组线圈 这个不能接错了 用弯表量的两个线头是通的 那它就是一组线圈 量出来以后怎么办 接的时候要错位接 这就分出来了 接的时候得错个位 就是分清那三组线圈是一组 前面那一个端子接 U1 V1 W1 后面这三个端子 错个位接 就接V2 W2 U2 为啥这样接呢 接完以后再确定一下 还是直接测量电阻 确定接线没问题 那就试一下机呗 和它们都打好招呼 在安全的情况下 启动 电器在哪儿了 整个正反转 你们可以自己无所谓吧 还有个无所谓 反复试验了正反转 运行正常 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好了 这套没算白跑 维修完成 谢谢大家